公家单位的专案补助款现在居然成了诈领的肥羊 台南检方查到包括优活集团等国内有6家知名的业者 曾民国96年开始一共7年的时间居然涉嫌勾结资测会的员工 诈领经济部还有农委会等单位专案计划补助款 诈骗金额高达新台币3000万元 包括资测会的前组长郑工程师分别被裁定20万元 还有8万元交保后传